節目當中我會看很多直播的議題 也相當的 尤其在抖內這部分 觀眾對你是非常熱情 那不是妹才有人抖內 其實我們的YouTube直播台抖內現象 已經很低了 就真的是 很少有人破萬 很少 所以就是大家好玩而已 這種抖內 如果你要抓這種抖內 要活 是狠心 可是我聽很多妹 說一個月抖一百多萬 那是在秀台 像我開台有時候一萬人 有時候兩萬人 那在秀台他不用做 就是一七浪來 他一百個人就可以 為什麼 因為裡面都乾爹 你一萬個不花錢的跟 十個 嗯 乾爹 我在做活動 我們現在要搶前三 你又一直來了 來 嚴惱如此 耶 我奇怪說我說不行 那個當然就削了嘛 是 但在YT裡面曾經懂 內過最多一次是多少錢 一個人可以抖三萬塊才遇到 嗯 他抖你的原因有沒有講 他只是聊天而已 啊 館長你怎麼樣怎樣 或是說講一些 我們都在講政治嘛 他可能支持我的理念 就抖給我 支持你 有的人很帥 連話都不講 一個獨包那些錢就來了 六千塊就出來了 他都是支持啦 我的觀眾群會發那種錢 都是老觀眾 看我都像 我小時候看瓜哥長大的嘛 然後他們都說 他們小時候看我長大的 對 那直播當中 你有沒有覺得還有很溫馨的事情 其實很多啦 我們跟粉絲的對話 像你知道我有一個粉絲啊 是被那個超商戳死的那個 那個大葉班是我的鐵粉 他有買我的東西還沒到 因為我們都預購嘛 我還把錢都退回他們家了 人都走了嘛 那直播 當然這個特色是很重要的啦 你能不能示範一個 比如說 我們不要罵別人啦 罵別人恐怕要被告 那你罵我 胡瓜要什麼 如果說什麼節目 今天沒有人要看啦 好 不然你 現在回我啊 那我去談你 會害怕的事情嗎 中槍的事情 我不會害怕啊 我談這個事可以談 我不會害怕 可以可以可以 我也碰過高凜峰在旁邊 被開槍的時候 喔 是 那個時候 我們做完秀 三個人就走在一起 然後就聽到 高大哥突然腿就軟下去了 他沒聽嘛 他好像澹澹嘛 等到發現的時候 你是這樣子的嗎 應該全台灣都看過那個影片 他們距離差不多這樣 這麼近 他槍就這麼近 那時候你看我的動作 為什麼會滾下來 因為 我是往前要搶槍 你看到你只有 零點幾秒 反正你就向前就對了 我們不可能向後嘛 你向後不就被他打爽了 唯一可以選擇的 那就跟你練全式一樣 把他距離縮短 如果是真的 電影會說 七步內 千塊 七步外 槍塊 那啦 都槍塊啦